近日,NBA多位民宿球员入选了名人堂,包括那时,基德、梅阿伦等曾经联盟的顶级巨星,那时和基德都是历史上出色的空外,他们二人都有很强的球场掌控能力,那时和基德的也都有自己的优缺点,那时投篮能力出色,不过他的防守不是很好。 主要是那时身体太淡薄了,而基德防守和组织能力属于顶级水准,不过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并不强,而雷阿伦则是史上最出色的三分投手之一,他生涯拿到了两个总冠军,而且阿伦在球队夺冠历程中都繁衍了重要的角色,如果没有雷阿伦,08年绿军和13年热火都不能顺利夺冠。 这几名NBA球员也都发表了名人堂演讲,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基德的演讲了,幽默中透露了真感情,基德在演讲时表示自己要感谢独行侠队,感谢球队老板库班,因为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拿到总冠军。 库班是体育界最棒的老板之一,而在库班听到这番话后,他也感动落泪,而记者还专门报道了这个消息,可见当时基德的那番话确实是肺腑之言。 有意思的是,基德不仅发表感人演讲,他还非常幽默,基德表示当年是我带着诺维斯基飞的,所以诺维斯基以后不要再说,是他带着自己和那时前进了。 诺维斯基也参加了这次名人堂典礼,而他在听到基德这番调侃之后,也哈哈大笑起来,基德和诺先王,库班三人的合作,将成为NBA的一段,佳话。 基德这次还特意提到了希尔,希尔此次也入选了名人堂,基德表示自己和希尔当年一起拿到了最佳新秀奖杯,如今我们又同时进入了名人堂, 我们互相激励对方更加努力工作,能够和希尔站在一起,站在这个舞台上,这是自己的荣耀。 不得不说,基德情商真的是太高了,他感谢了帮助自己站在高峰的人,而他也感谢了自己曾经的对手,新秀年和独冠年,应该是最让基德印象时刻的两年了,基德的已经退役好几年了,而他如今担任的角色是教练。 不过他还没有找到新工作,基德其实很有能力,相信他未来也能够在领异之球队取得成功。 基德和那时,希尔、阿伦进入名人堂是实至名归的,虽然希尔生涯没有取得太多的荣誉, 不过他在生涯前几年打出了超级的表现,如果没有伤病的话,希尔可能是历史前十球员之一,未来最受关注的就是科比、邓肯、加奈特三人进入名人堂了,这三个伟大球员在同一年退役,而他们也会在2020年同时进入名人堂。 科比和邓肯是历史前十的巨星,而加奈特可能是史上最全能的大前锋了,三人入选名人堂是板上钉钉的。